我现在在三门峡市陕州老城陕州公园里面 这里面有一个全国重点工保护单位 保伦四塔 保伦四塔是建于唐朝 是唐朝的僧人道秀所建 后来被毁 经朝的时候重修 重修的僧人是至秀和尚 我们走近看一下 这个塔是古代的四大回音建筑之一 它是充分利用了古代的建筑结构 会产生回音 传说里面有两只金蛤蟆 敲击这边的石头的话 里面的金蛤蟆会产生叫声 刚才我听他们敲的确 会产生回音 我们可以试一下 敲这个的话不是太生动 如果有人拍手的话 这个声音是非常像那个蛤蟆叫的 所以这个塔又叫蛤蟆塔 这个塔的话是13级的蜜岩 我查了一下 算上塔顶的话 总共是有15 应该是15层左右吧 但是这种层是比较小的 除了最下面的那一层 它是一个舍蜜塔 全称保伦寺 三圣舍蜜 宝塔 一般舍蜜塔的话下面都是有地宫的 也不知道这个地宫有没有被盗或者被发掘啊 我们走近看一下 它是个非常典型的砖塔 一层一层的 中间写的有字啊 就是刚才说的三圣舍蜜宝塔 这个是它的国宝贝 在这里看到上面挂的有风铃铛 如果有风的话 声音应该是比较清脆的 这个塔做的是非常工整啊 不管哪个角度看 都是一模一样 听说这个塔看过历史上的16次地震 古代的建筑还是非常惊人的 这里原来是有个宝伦寺的 它是在历史上被毁了 独留着一个塔 这边有一个通道 应该是从里面可以下来或者通风吧 这边背光看着比较黑 两位朋友 然后就是试一下这个拍手回音的效果 可以听出来这个效果是非常明显的 他们说这个声音是呱呱呱呱 也就是蛤蟆叫的声音 我回迎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